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迪讲故事 我是安迪 在今天的故事里 光头墙为什么不敢喝果汁呢 在评论里告诉我答案吧 乔治很喜欢光头墙 因为光头墙经常陪他玩 保护他 所以乔治打算做果汁给光头墙 一天 汪汪队的天天来找乔治 我想回光头墙做果汁 你会做果汁吗 天天 我不会做果汁 但是我见过别人怎么做 我们试试吧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呢 你家有水果吗 乔治 我家有青苹果 可以吗 可以 但是青苹果有些酸 我们一会儿多加点糖吧 乔治和天天开始做果汁 他们把青苹果捣碎 榨出汁 然后装到瓶子里 乔治去把糖拿来 乔治去厨房拿糖 可是两个罐子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他分不清哪个是糖 乔治随便拿了一罐给天天送去了 他们在瓶子里倒了很多很多的糖 乔治和天天给光头墙送果汁 光头墙叔叔叔你好 这是你的果汁 真是太感动了 谢谢你们 光头墙喝了一口果汁 他觉得很难喝 嗯 那个 乔治 这个果汁 还是留着我以后慢慢喝吧 原来 乔治拿错了罐子 在果汁里 加了很多很多的盐 恐怕 光头墙 实在也不会喝果汁了 小朋友们 故事讲完了 你们有答案了吗 光头墙 为什么不敢喝果汁 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答案吧 再见